字幕秘書中文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漫국社工廴 今天是到高雄 雜宿沒有靈異的體質 所以沒有辦法跟觀神音菩薩說教教話 也没有一些什么法律 好像能够预知未来 或者是先知先导 路上可能会有些声音在高点上 情况有点将就 但是我们真材实料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今天是心血来潮 所以去往道雄走一趟 有联络一些直播主 到时候会发生或发现什么状况 那就一切是缘了 也很感谢高雄朋友热心的帮忙安排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机会 那我要谈 2020月11号 大选这个严重的这个舞弊的情况 工作于是 以前都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摸索 那摸索是有灯光 也看到东西了 但很多朋友们还没看到 当这个心愿定下来之后 后来又想一个新的动作 跟阿姐觉得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很明确地为我们的正牌总统 老海去祝岛下 因为人的恋力 其实很厉害的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尤其是很多善良的人大幅地把这个心愿发表公布出来 那肯定那个威力更是要求赞 所以帮老海祝岛基本上不是因为喊本或者是 那个他个人的魅力 虽然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偶像 但他确实是还算是一个值得可以尊敬也可以亲近的人 那也有这个气魄跟责任 要来把国家的未来做一个带动 所以他敢说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做一些事情 这一点上莫书完全是赞同的 那现在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莫书先把 有关于JB2020总统大选里面 重要的破获案情的线索 提供人有一个检举奖金 这个事情一直都在做 也做了相当的时间 不管说成效或绩效是不是很理想 那么人嘛就是为所当为 该做的就做下去 所以那天又忽然又起心动念 我们为什么不为老韩助导一下呢 大家加一本身也是一个巨人系的做法 很多人在求助无门的时候都可以 现在大家都那么苦 那个嘴巴里面都是苦水 说出来的话都是酸话 很多身体愤愤不平 这都难免 这个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有关于这个选举舞弊的奖金提供 最初的构想是一千万 后来因为有需要加码 就变成一千五百万 那一千万也因为早就发掉了 只是说目前还没有金领 他也没有这个相对的金额可以够领 莫说一直都不太在乎这个钱够不够 钱如果不够那自然会有神权 钱够了那就是相对的该做事的时机到了 就把他发出 我要戴个口罩 很抱歉我们继续口罩戴上 凤云中央里就是背影解的那个场景 那他同时还有一位叫做快枪侠 他是破了金氏世界纪录的 是在五分钟里面连开了蔡英文的75票 这在大概只有一个人参选的情况下 还可能达成跟发生 办法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情是只要有检察官出来或法官出来 事情是只要有检察官出来或法官出来 那这些人一传讯 然后一个隔离审问大概就清楚了 不是莫说有办法 设人于罪 因为现在恶党的带风向的人很多 他们最习惯也最常名做法是这个不可靠 那请问不可靠的意思定义是什么 那就是后制的 莫说一开始就用在空中的高度跟各位朋友解说了 为什么不可能厚制呢 第一个他的主要的这个反对党叫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完全没有力量的政党 所以也没有这个总敢做这个事情 那其他的小党也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因为做这个事情加上被反制 那可能就不是插水表就直接抄家了 所以要这个后制的机会 要请那么多临时演员场景来布置的叙举如生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 那废话为什么要说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所有的拍摄的 以现在的科技来讲 都有它的IP位置跟时间 时间跟IP都出来了 那就是如假包换嘛 那根本也没得换了 这是很确定的事情 我们先确定 好 那第二位是在仁爱国小拍到的场景的这个社路民众 应该得300万 那第三个是200万 是当时规划1000万里面就发到这三个就够了 因为既然注意破案的话 后面就没事了 结果没想到我们的这个恶党的反应很快 就做一些下架或一些这个说谎来消毒的动作 因为大家习惯相信政府 所以这事情就被他混过了 但是混过是混过一时 骗不了一次 所以老外说 You can fool somebody old times You may fool everybody sometimes No one can fool nobody old times 不可能永远把所有人都骗了 好 说回来这个情况就是 有一个用心的团队 他把相关的市政收罗起来以后 做出很完整明确的这个骗子 那这骗子就足共当作我们是破案的证据 所以目前其实是在人性的对抗 就是有没有检察官或者法官 要不要开庭审这个案子 因为太明确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第二这个有关新北坐票相关的部分 那大幅的被暴露 这些而且都标定了相关的涉案的位置 就是投开票所 这些一出来通通是县市报 莫书之所以能够跟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案子 一直在进行 当时是用了点心思的 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股币的检举 并没有针对个人或某一个投开票所 因为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的部署是只要是个案 他就切割 是当事人的事情 就好像走失丝烟机大锅 那第二年省少将 这就是必然会碰到的做法跟结果 OK 所以莫书都一直在要他们把相关的SOP流程也都做出来了 最近新发现的一个例证就是说 有很多人其实是带着包包去担任选务工作的 这件事情是绝对的违法 大家不要看小事情 小事情有的时候就是压垮落头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故 就是投票本身是所有选举人 所有公民的义务 也是权利 所以如果说在参与选务工作服务的人 他本身的投票权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所以相对的合理的 也必然的是要在他的户籍所在地担任这个选务工作 那这次非常多的人被排除掉 结果来了一大堆搞不清楚人 而且人数还增加 这些都是我一直要要求中选选举委员会提供他的解释 跟他的相关的文件资料 跟相关的法源依据 因为在这样 所以说莫书自己认为是唯一可以直接让中选会选举翻转 而且让这个舞弊直接成立 当选无效 要进行重选的 顺便讲一句 有人说不要重选 不对的 因为中间是三位参选人 还有一个宋楚瑜 如果宋先生在这部分愿意减低社会成本 那他也拿到他要拿到的 那我们是OK的 但是另外一部分是太多的立法委员 也被补弊做掉了 所以这个立法委员部分一定要重选 甚至于合理的怀疑跟质疑 所有在这段时间通过的立法院的答案 都可以申请大法官解释 无效 我们重新来过 因为这个不正当的多数 所经过设计造成出来的结果 跟国家的伤害 非常非常的严重 如果没有人做的话 莫书愿意再多个事 出来号召这个事情 因为天下室就是天下人的天下室 是太多事情把国家的伦理跟文化都灭亡了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国家新王匹复有则 但天下新王 国家新王肉食者谋 就是当官的人去做 但是天下新王匹复有则 这是莫书非常乐意 也愿意承担的一个责任 也希望将来朋友们 也能够注意到这些话题 有很多这段时间滥行通过的恶法 也必须加以遏制跟修正 好 接下来是有发生了一个 赖清德被做掉的骇客事件 那一百万就给这位骇客了 治下来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 就先来先大 当然是提报者有功 但是如果是当时当事人的这个 有参与犯罪的行动 因为他们可以把里面的 实际犯罪的状况 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省掉很多社会成本 所以莫书 当然很乐意发放 但是这个中间口说无凭 必须去法院 或者是刑事警察大队 或当地的警察局 完成笔录 之后也按照时间的先后 来和莫书领取这个奖金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很多人他都有父母 都有孩子 包括应验部队 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很恶劣 但是莫书愿意用爱跟包容 换取他们迷途知返的机会 所以看看我那个短短的小外师 各位应该能够了解莫书的用心 我们都在这环境里面 我们只要把不对的归正 我们尽量去原谅 但是后面还企图掩饰的话 那就增加一个更严重的 叫做伪证罪 也引力作票 是五年以下有去徒刑 但是伪证罪 一条就是七年 而且一罪一罚 请自行深夺 我们也一起来集气 希望韩先生能够在 今年的9月15日 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一起加油集气 谢谢